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回来 这个追女神一定要有恒心 昨儿和女神发微信 两个人聊着世界末日的话题 我就问女神 如果世界末日来了 就剩下一分钟 你会和我在一起吗 你猜女神怎么说 女神说 当然了 因为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会觉得一分钟很长 即使是这样 我也没有气馁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今天早上 刚起来我就收到了女神的信息 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从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喜欢上了你 你微笑时上扬的嘴角 说话时性感的嗓音 还有打磨兽时那坚定自信的眼神 都深深的迷住了我 我多希望能陪在你身边 赤子之手 鱼子邪老 我当时心里拉个激动啊 继续往下看 这是写给学长的情书 你帮我看看有没有错别证 没关系 男人嘛 这点挫折算什么 只要坚持就能胜利 这不 前两天女神又来找我了 说手机在商场被偷了 我一听 表现的机会终于来了 为女神找回手机 我在商场遵守了半个月 终于让我逮住那小子了 帮女神找回了手机 女神知道了 别提有多感动了 就这样 女神就变成了我女朋友 我们两个约会终于开始了 有一天看完电影我送女神回家 走到她家楼下 女神害羞地跟我说 今天晚上我爸妈不在家 我一个人睡 害怕 哇 这一听啊 瞬间领会了她的意图 飞快地跑进了附近的超市 买了一个房廊喷雾和一根电棍呢 哼 看谁敢动我的女神 一根汗毛 但是这女人的心思是真难猜啊 枉我对她这么好 之前还跟我浓情蜜意 从那天起她就再没有接过我的电话了 唉 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 好了 丽哥脱口秀今天就到这了 丽哥脱口秀天天把你斗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丽哥脱口秀天天把你斗 走你